经一心念古 十皆历史 这个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一心念他的命后 这里头有思有理 那历史我们不要去争 不要去打妄想 先从事也行 然后自自然而整理一心 这就对了 循序渐进 这是个过程 一定要以理一心为标准 为什么得思一心之后 心清净 清净心得到了 平等心没得到 你看晋体上 清净平等就 三个阶段 所以 记住这么一个原则 对待一切人死 大公勿司 如果有时候忘记了 你就把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 默默的一句话提起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是自信神的 自信是一个 万法是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之法 都是一个自 同一个自信神的 你慢慢会产生 一体的概念 这个好 众生跟我这一体 我爱我的神 我就爱他的神 是一不少 这个好 帮助我们观想 帮助我们菩提心 修得圆满 不知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讨厌 这就不好了 这就分别执着了 分别执着是妄想性 那是莫娜诗 第六意识 不是神性 这个要注意到 慢慢向上提神 在底下说 现实经义学人 这现在时间 但身心切愿 趁念名号 即使一心念悟 我们从哪里开始 从这开始 身心 由 记录时期 有阿弥陀佛 对这个决定不怀疑 切愿 切是恳切 我就这么一个愿望 怨神 净土 我愿意往生到基督地 亲近阿弥陀佛 跟他老人家学习 我就是为了身心切愿 所以 曾念佛名号 大臣 念出声音 不念出声音 也行 海鲜老后尚给我们表演 他默念的时间多 有时候 金刚指 金刚指口动 没有声音 但是多半时间 他还是默念 口也没通 心里佛号 不见得 这决定的神 这决定的神 心驻祖 不问时节 酒精 念的时间 酒还是心情 念念不许 时节 一心念佛 这个中有 该从事入理 且四种局体是理 所以 四一心 慢慢修 自然 就切入理 不要着急 不要分别 一切让他自然拯救 自然 比什么都好 自然 是最完美 如果我们急躁 还要赶快 还怎么没有得 理性呢 这样子 把一心不乱就破坏了 为什么 咋念进去 那一心不乱 是里头没有残念 所以我们要许 从事 若理 从功夫 成品 若坚决 一切 都是自然的 事里头 具体是理 这是真的 四是现象 理是理体 长济光是理 光中化福 五无所谊 六足所说的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 是事 那个能生 是体 那 是 有生命 体 没有生命 不生 不灭 跟能生万法 是一 不是二 这个四是真相 要明了啊 不要忘掉啊 进界游的时候 跑了 用这个经文 念几句 观想 就又回来了 就会 恢复了 四中 有理 离中 有四 离四是一 离四 保二 这完全是 水域 境界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好